在经历了东京奥运会的势力后 中国女排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 都在寻找合适的主教练 终于随着诸葛蔡斌的上任 球队长时间群龙无首的局面得到扭转 作为昔日中国女排的主帅 蔡斌也是不负众望 从众多竞选者中脱颖而出 光是这一选拔过程就可以展现他的实力 如今正值北京冬奥会盛世 火炬传递仪式也是备受关注 在众多的火炬手中 球迷们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就是来自于中国女排的主攻守张长宁 在大年初三那一天 张长宁被冬奥组委会任命为 第213号火炬手 他手持神圣的冬奥火炬 穿过中国的标志性建筑张家口大进门 能够得到国家体育总局如此的重任 也可以体现出张长宁的个人影响力 同时这也是国家对于中国女排的信任 在传递完火炬的第一时间里 张长宁就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平台 记录下了这一难忘的瞬间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张长宁身着标志性的冬奥比赛服 手持奥运火炬 整个人看起来相当精神 要知道 张长宁在去年结束全运会之后 就很少现身公共场合 并且根据他的计划 前段时间始终在接受膝盖伤势的治疗 可如今能够现身冬奥火炬传递现场 看得出来他的伤势已经得到痊愈 这对于中国女排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 纪朱婷完成火炬传递一事后 此番张长宁也现身北京 也就是说这两位中国女排最重要的球员 都已经完成了手术煤 且不说已经全部伤愈 至少能够从事一些正常的运动 生活起居已经没有任何问题 此番中国女排 有两位球员被奥委会选派参加火炬传递 也充分证明了 对于中国女排这支队伍的重视 就连国族都没有过如此高的待遇 想必中国女排新任主教练蔡冰 在看到自己的爱将出现在火炬传递现场 她的内心是十分激动 并且为朱婷和张长宁感到骄傲的 奥运会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体育赛事 是国际奥委会旗下最看重的一项锦标 其影响力恐怕仅次于足球盛宴世界杯 其实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 中国女排的朱婷就有过火炬传递经历 此番已经是她第二次入选 反观中国男足至今没有一位球员被任命为火炬手 差距不言而喻 如今 蔡冰和球迷们一样 都可以为张长宁松一口气了 要知道当初张长宁想要退役的消息愈演愈烈 毕竟她的伤病情况已经让她很难再坚持下去 可如今随着她的满血归来 再加上恩师蔡冰上任女排主帅 相信张长宁也没有理由放弃 在全新的2022年度 中国女排的最强阵容就将完成合体 主帅蔡冰也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拳脚 为中国女排的复兴和冠军孟天专家瓦 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女排能够重新夺回奥运会冠军